北京时间11月7日19点35分,CBA常规赛第七轮,青岛南篮主场迎战宁波南篮,本场比赛,我们继续关注青岛队18岁小将杨汉森的精彩表现。 王俊杰持球突破被杨汉森大冒扇飞,杨汉森对封盖的时机掌握得非常精准。 杨汉森强攻篮下,转身抛投,命中2分。 杨汉森利用身高轻松的勾进,这是今天杨汉森在游戏区内的首次得分。 杨汉森拦下强攻,转身打板,命中2分。 取球高打,好球,因为这球对防战的是任正良,对抗或许能顶住,但是在身高。 杨汉森湖顶位置送出精妙传球,助攻记着空间拦下,拿下2分。 这就是杨汉森的能力,他出现在湖顶的位置,能够洞悉一切机会的产生。 他对于出手时机的选择,我觉得更精彩的是刚才杨汉森这次传球啊,入同首次。 杨汉森单防马欣欣,迫使马欣欣出现走步为例。 杨汉森不停球传球,助攻赵家义篮下轻取2分。 杨汉森强攻篮下,顶着两人防守,将球打进,这个球打得很强硬。 杨汉森强打得非常精彩。 杨汉森弧顶挡拆顺下,暴扣得手,这球打得非常精彩。 杨汉森强打宁波队大外援,突破篮下,上反篮命中。 紧接着,杨汉森单防背面大外援,造成对手走步为例。 杨汉森挡拆顺下,接球转身,顶开防守将球打进。 杨汉森持球强攻,打进关键的压哨2分。 杨汉森本场比赛出战39分钟,砍下17分,15个篮板,两个助攻,还有4次封盖,表现非常出色。 杨汉森防待结封盒